奥尼尔现役联盟超距 依然只有詹姆斯和杜兰特 护里字母算巨星奥尼尔作为NBA历史上 最伟大的中锋之一 在他退役之后 担任了TT的解说嘉宾 不过作为传奇民宿 在退役之后他依然是欣喜联盟 每当联盟中的球星有任何风吹草动 奥尼尔都会时不时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当然作为一位历史地位前十的球员 他的言论自然也会受到关注 近日奥尼尔在谈到本赛季的联盟球星时 他再次谈到了自己的看法 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现役联盟超距 依然只有詹姆斯和杜兰特 库里字母算巨星 搜图编辑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本赛季至今 联盟表现最好的无疑就是詹姆斯 杜兰特 库里 字母哥这四人 其中杜兰特 库里 字母哥三人在本赛季的MVP榜单中 轮番作庄 赛季初是杜兰特和库里 随着赛季的深入 字母哥迎头赶上 目前也是现阶段联盟表现最出众的球员 当然若不是湖人队的战绩不佳 詹姆斯也会加入MVP轮番作庄的行列 与众不同的是 詹姆斯已经37岁了 但是他依然是如今年盟表现至少前三个球员 搜图编辑可以肯定 37岁的詹姆斯依然配得上超距 无奈的是队友实在带不动 这让詹姆斯不断地在增加个人进攻端的戏份 了解詹姆斯的球迷应该都知道 这不是詹姆斯的比赛风格 但是考虑球队目前处于困境 作为球队领袖的他挺身而出 不过还是无法带队突出重围 就个人表现而言 詹姆斯显然无可挑剔 事实也证明 詹姆斯仍旧是联盟超距级别的人物 搜图编辑反观 杜兰特作为本赛季一直表现都十分抢眼的超距 跟剑断裂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他的竞技水准 其中在进攻端 再次找回了雷霆时期得分王阶段的事态 不出意外的话 本赛季的杜兰特将拿下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次得分王 能拿下联盟得分王的球员至少都是巨星级别的人物 但是至于杜兰特 他就是现役超距之一 进攻端的他是当今联盟最好的球员 没有之一 搜图编辑而库里和字母哥 虽然给人视觉上还达不到杜兰特詹姆斯的水准 但是整体来看 他们至少都是巨星级别的球员 不过换句话说 从影响力而言库里同样配得上超距 因为他是小球时代的先驱 而字母哥从个人荣誉的角度来评判的话 他同样配得上超距